你看这里有很多的在写生的朋友 在画画的朋友 这些都可以送给大家 大家每个人选一幅吧 看看这个姐姐画的 看看 画的好看吗 这画的什么 位子 两个小人是什么 睡觉呢 这画的是什么 书也都忘了 我选这个吧 我看看啊 我再看一下 你这画的是几号房啊 你不清楚你画 他们都做好了 很严格的保密工作 微信加一个 把个红包给你 我的也被收走了 其实当时我们看的时候 都是刚刚开始画 都画了房子的局部 我就发现其中有一幅 就是春歌最后选的那幅 是一个内景 他只画了一张床 我觉得这幅一定不能选 你这个我给你画 选了 一言难尽 我老选那种一言难尽的 对一言难尽 我不要 那那个 一言难尽 那画是内景 对哦 剩下那几幅其实大概都差不多 当时看的时候就画了一些什么防颜啊 或者门啊 我的内幅是有一个 有一个那种门洞一样的一个东西 当时他刚画的时候 这显然应该不是一个房间的正门 肯定是一个院子的门 我现在如果带院子的房间 应该最起码还是不错的 而且他有一些砖墙他画出来了 我相信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比较规整的房子 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选这个了 好现在呢 我从大王选的已经选好了 姜哥你这 我这看上去挺厉害是吧 不错呀 这么大 我那个怎么得到那么小 哈哈哈哈